桌上主合体在月面工作 它通过钻曲和表曲 把样品拆好以后 它通过一个封装 封装一个样品容器 然后上升器就是在着陆后 它就起飞 上升到月球一个圆轨道 规范主合体在这个期间 是在海月进行等待 然后上升器到了轨道以后 它去追轨道器 大概两个器相差 大概50公里左右的时候 然后就有轨道器来去追 轨道器是在上升器的下面 因为这个角速度相同的时候 它这个速度越快 就是在轨道下面去追 快道的时候 它中间还有几个停标点 就是有一公里一百米停标点以后 然后最后规范主合体和上升器 大概相距不到一米的时候 然后通过金锡分析筒 发送一条抓捕指令 这时候呢 那个三个暴转 在一秒钟之内将上升器进行抓捕 抓捕完了以后 然后地面再发送指令 那个转移机构伸出抓到热门容器 通过三次往复的运动 将那个热门容器送到返温器的肚子里 然后呢返温器再把舱门关上 关上去以后呢 轨道器再将 因为它还有个对接舱嘛 对接舱上面 上面有那个交互对接敏感器 要把对接舱和上升器的主合体再分开来 因为它不分的话 那个返温器漏不出来嘛 带着返温器 不可能带着上升器 回到那个地球嘛 然后再将返温器 又回到地球 大概过程就是这样 技术难点主要就是 对这个对接的进度 还有那个捕获的实质性 要求很高 为了这个呢 我们地面是做了大量的地面实验 就是确保这个对接和转移 这个是可靠的